我这句话我认为 我说的毫不夸张 在一夜之间 中国如果不负责任的话 一夜之间 我让中东的战略地缘局势 和实力对比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就明正武装伊朗 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伊朗的这个产能 把他这个无人机 各种各样的 往上翻三到四个台阶 然后要说 你对着以色列 给我全部扔出去 真的如果说捣乱 我就这么干 你美国能拦得住 拦不住 但是你发现什么呢 你发现的是 当中国在跟伊朗 去打交道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肯定 伊朗是在做自卫 我们肯定和鼓励 伊朗就是对行动的限制 给伊朗发送了很多信号 但是我们不是在那 扇风点火说 你去干它 我支持你 而是说什么 希望你跟我一起 我们大家把那个局势 稳定下来 不要再打了 我们再劝和 我们再劝和 我们再劝和